這段時間爬州月光中路珠江邊的二木棉滿樹粉紅 吸引了很多人無名前來 坐著有鬼列車飽覽廣州美景 一起跟著江沛亭去看看 從廣州塔到萬聖圍的海珠有鬼電車一號線 行經的路線被譽為廣州最尾的7.7公里 路邊的二木棉和大幅木棉開得正盛 電車穿行而過 仿佛一幅冬日浪漫的畫卷 在月光中路的這棵大幅木棉開得特別好 花瓶一樣的樹幹支撐著山形的樹冠 因為樹葉很少一眼望過去滿樹粉紅 不少路過的市民都忍不住用手機留下他們的線影 一片一片線坑就挺好的 那些風吹一吹 搖擺也挺有意思 剛好今天天氣也很好 然後這個木棉花開得也很鮮艷 心情就非常好 真是生機勃勃的花很有層次感 一朵一朵連接連接 好漂亮好漂亮 大幅木棉是耳木棉改進而來的 耳木棉原產於南美洲 樹形高大挺拔 喜歡高溫多濕的氣候 到了花季總是滿樹繁花 極具觀賞性 所以又被稱為美人樹 耳木棉的花期從九月到第二年的一月份 十月到十二月是盛花期 現在已經是盛花期的尾聲了 大家想看的話要駕駛時間 廣州電視記者 江沛亭的報導 到